田虾 牡丹虾 海胆 鹅肝 在眼前给尖一下 要不然粉丝该说了 老代老乌妈吃便宜的 咱得弄个贵的嘛 Hello大家好 金枪第一日本人 老乌妈安达和老乌妈 老乌妈 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正好办事来到了宣武门这边 然后就去一个朋友开了 大概十多年的一个日料自住 带老乌妈也吃个好的 好不好 这家就在宣武门的Sogo里边 老乌妈比较慢啊 这种 我跟你们来的时候 可能是开二十年了吧 第一次的时候 没想到质量这么大 现在里边都变成餐饮了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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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北溪的料理 对 对 我们今天真的点了好多好多啊 好久没带老乌妈吃自住了 材料也很有趣 对 对 对 新鲜的 新鲜的 你看看 很满意 满意今天可以 可以 你看看这个肉 和牛啊这是和牛 Sukiyaki的生鸡蛋 这个呢是他们家的特色 北喜卷 谢谢 鹅肝 三种小凉菜 嗯 巨蟹宝 来来来来 清酒啊 清酒 来 干杯 干杯啊 大家干杯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这就说是 五臣六腑 啊 就是渗透到五臣六腑 对啊 这个是身间澳洲和牛 他眼前给尖一下 哇 是不是点多了吧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跟我一起拍了好几集 头一次这么大方的 哈哈哈 因为自助餐嘛 哈哈哈 哎 いただきます 咱们得吃了一会儿 点的东西又都上来了 嗯 嗯 我信你 我信我信 它有一点胡椒的味道 嗯嗯嗯 然后肉特别特别的嫩 嗯嗯 这个鹅肝啊 得趁热吃 哎呀哎呀 谢谢谢谢 有你这样的儿子 我就是很高兴 哈哈哈 每次这样的时候说 哈哈哈 每次吃好吃的时候说 哎 有你真好 不吃好吃的话 从来不说 嗯 它这资助 它这里带的清酒 也品质不错呀 品质不错的 这个鹅肝太肥了 特别好吃 脂肪肝啊 果然一致 嗯 没事 哇 哇 化了化了 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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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很肥大 好吃 好吃 非常肥大 哇 哇 章鱼 北极背 金枪鱼 田虾 牡丹虾 海胆 三文鱼 还有狮鱼 还有鸟鱼 老吴妈狂躁 哎呀 儿子少有这么大方 是啊 你看这蟹包里蟹肉特别多 不是糊弄人那种的 满满的蟹肉 难得吃一次资助还不得多点点 看它这个蜗牛好大一只 其实今天决定来资助我特别期待的是吃这个三文鱼 三文鱼以前来说不是什么特别那什么的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啊你看蒸鲜都限制三文鱼的量 然后今天能吃到嗨这事真的是 贼鱼吗 贼游戏 对贼游戏 他们家用的料的品质真的没得说 嗯不错 嗯 这个松龙的汤全部不错 嗯 老吴妈特别爱喝 炸的天腐罗的大虾 作为自助餐的这个天腐罗大虾 已经是很不错了 面衣没那么厚 真的不错 他们的质量还可以 对不对 这个是他们的特色啊 北喜卷 上面有大虾天腐罗 好像还有海胆啊 里面有蟹肉棒 还有鰻鱼 炸天腐罗 上面还有海胆 味道的层次比较丰富 嗯 这蜗牛就直接搁嘴里就行 对对对 这能吃吗 那个不能吃 哈哈哈哈哈哈 嗯 别的可以啊 别的可以 嗯 哩哩哩 嗯 西式的做法 对对对 特别是那个十几年经营的店 嗯 要不如果质量不好的话 早就淘汰了 没错 这个不错 不错 不错啊 不错 这个松龙汤 要吃这个 Buri Buri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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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吃鱼的油脂啊 很丰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一想 买 北京当然是有好几个店了 几百个店的味道是挺可以 良心了吧 良心 良心的 至少用的东西是好的 对对对对 嗯 然后还在这个 地理位置 然后包括它这个装修的环境啊 请客吃饭是没问题 没问题 嗯 嗯 你们看啊海胆 这是什么呢 哦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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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哦 这种味道 哈哈哈哈 嗯 濃烤的耶 嗯 嗯 浓啊 浓 都是浓 哎呀 吃到一半才发现 它这个白细菌 不是每一个都是一样的 比如这个是海胆 然后这个呢 上面是这个飞鱼籽 然后这个呢 是イクラ 然后还有这个杏仁的 爸我突然发现 你今天那个砍尖的颜色变绿的了 是 这是新的 因为以前穿的是 现在洗了的 嗯 绿的 没关系吧 但是不是帽子的 没关系 哈哈哈 我觉得还可以 老吴妈男孩知道帽子是绿的不好 哈哈哈 三十多年在家生活了 快四十年了嘛 嗯 啥都知道 有粉丝说咱俩是 俩老北京讲日语 哈哈哈 但是在中国生活 已经超过在日本的时间了吧 超过了 嗯 超过了三年了 等于是现在七十岁 三十 三十二年在日本 三十七年刚 在中国 然后是七十岁 七十一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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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对 三十二年在日本 嗯 三十七年在中国 嗯 嗯 不喝了 哈哈哈 上不出来了 那不是六十九吗 啊那 哈哈 哈哈 喝多了吧 喝多了 哈哈哈 反正超过了 在日本生活了三十多年 成分当然知道在日本的好处 嗯 嗯 来了以后 中国的那个什么文化 朋友的那个什么 年轻吧 嗯 没想到这么 适合以后 我特别喜欢 两个都得不能放 哈哈哈 我小的时候 回家的路上 有个港口 鱼团回来 这么大的鱼 海鱼 就是满满的 盒子里边弄 经常就是这鱼掉下来 闪到外面 那么呢 一个是猫 嗯 一个是乌鱼 一个是乌鱼 三则就是抢 我就抢 抢到了这么大的鱼 就是经常抢 抢回来以后 免费吃当然了 那鱼民在看了 看了以后 笑的 不管 都知道是穷家孩子 对对对对 没有一个抢家的 全是穷家的 说起来有意思 但是当时去抢的那个心情 肯定是 是玩命了吧 玩命 哈哈哈哈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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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把刚才 大部分东西都给干完了 还剩了一点下酒小菜 对对对 跟老吴妈再喝一点 男的夫子喝就会 哈哈哈 又胖了又胖了 哈哈哈 他们家品质还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嗯 他们家有219和299和399的档次啊 然后每一个档次啊 有一些刺身的量的区别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些菜品的区别吧 对对对对 然后给大家要了一个福利啊 拿着吴妈安达视频来的话 每个人多送一份海胆刺身 那我们继续探电啊 好嘞好嘞 所以多多点赞 多多转发 可以记住了记住了 哈哈哈 也好久没来天安门了哈 嗯 还上去过吧 上去对 哪年的国庆节啊 嗯 比较早吧 90年代吧 对吧 我小的时候吧 我记得 对对对 嗯 下去 跟大家晚安吧 嗯 晚安吧 大家晚安啊 哈哈哈 下次再见 哈哈哈 哈哈哈 akers peu ester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